一百天 他可能觉得当霸道从裁和世上博主一样容易吧 什么玩笑 太有意思了 请大家冷静一下 虽然我现在还没有确定会接受我父亲的工作 但是宋家毕竟是华藤之地最大的股东 我以大股东的名义向大家承诺 给华藤之地一些时间 我们一定会给大家一个满意的交代 一百天 给我一百天时间 一百天 一百天 光是找投资方接盘就够太瘦的了 何况安抚完受害者之后 还需要给公司承接其他业务保证运转 再厉害的经理人都不可能办到的 幸好我们和他们公司的合同还没有最终落定 苏总 您看需要发函正式通告一下猴走终止吗 我考虑一下 你帮我查一下 我能动用的资金还有多少 好的 请进 我今天是来告诉你 改革资本 将终止与华藤之地的合作意向 这点小事还要劳烦诉讼您亲自跑一趟 想看我笑话就直说 情理轻微是必须的 没有一家公司 愿意让一个一问三不知的人 做总裁 待会儿您把稿件再确定一下 看了一百天 他可能觉得当霸道总裁和身上博主一样容易吧 没问题 把手机都给我收起来 青春 团团 待会儿的网络直播 只是节目的一种新媒体常识 不是常规节目 如果你要有负担或者不想出境 我可以跟孙主任说 把节目取消了 你千万不要勉强自己 节目预告早就发出去了 我不会临时撂条子的 怎么了 没事 说嘛 到底怎么了 你不在的这阵子 央视可播了之前 你录的几期存货 收视率下降了不少 还有很多网络盆子流言骂人 应该多少是受到一点滑腾质地的影响 待会儿直播的时候 我担心你 放心吧 我没有那么脆弱 这样 你陪我去当化妆间 眼俭下这妆 你比我化得好 帮我化物贵点 好让那些键盘侠不忍心骂我 青春姐 直播间耽误全是恶评 领导临时喊停了 直播取消了 直播取消了 为什么 直播间里一片骂声 这 喂 陈主编 对 这次的评论 很多都是在人声攻击 主任的意思也是对台里的影响不好 您看看 您能不能方便将权处理一下 太感谢了 主任那边我一定会把话带到的 之后不会再这么麻烦您了 谢谢啊 对不起啊 暖暖 又让你帮我收拾烂摊子了 您也不要负担太大 这些网络键盘侠 都是闲得没事干 其实我知道自己没有这个能力 但当时那种情况 我不知道怎么处理更好 我不能让他们侮辱我吧 下面一张 陈主人 陈主人 感谢观看